選舉最基本面就是一個候選 寬哥做的就可以 OK 好 一個候選人的素養為何 柯文哲常常喜歡大嘴巴講話 柯文哲沒有想到他踢到鐵板 他說農業保險是大撒幣政策 哇塞 柯文哲 你的農業座談這樣講 農業保險是大撒幣政策 農業保險包含什麼 農民健康保險 讓有從事農業工作者的都可以加入 還有執災 你工作的時候受傷了 這邊有保險 包含農作物 靠田吃飯兼颱風來 你可能會賠 這邊有保險 包含退休除期 農田農民是沒有退休金的 公務人有退休金 農民是沒有的 等到你老了跟不動田了 你就沒有收入 有老年金 這是你的退休金 有照顧他們 就是靠這個這一部分 還有老農年金 雙重來照顧 都是在照顧農民 可是關鍵來的 你柯文哲要 取消農業保險嗎 那今天的主席直接直求對決 請問柯文哲 你要取消農保嗎 米宽哥 他連農業保險 跟農民保險都搞不清楚 這個是我們 對柯文哲最擔心的一個地方 發生什麼事呢 柯文哲常常 第一個小鼻子小眼睛 這是第一回事 第二個 他的嘴巴非常非常快 但他嘴巴快到會 比腦子還快的時候 他就常常在做修正 農民是我們全台灣的寶喔 再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農民很辛苦 糧食自主耶 糧食自主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 我們台灣如果沒有這些農民 辛辛苦苦的 不管是在整個 嘉南平原上面 或者是花東平原 宜蘭平原 或者是在山裡面 各位你平常吃的米 平常吃的菜 甚至於農民 我們往外延伸 包括了漁民 包括了很多 這個都是 但重點是在於呢 其實農民他們背負著 非常大的一個風險 我舉個例如 每次颱風一來 很多的農民很緊張 每次新聞都會報 各位你去想喔 他辛辛苦苦一整年喔 然後呢 颱風一來 把那些所謂的果樹 或者是把那些菜吹走 白稿了 各位就白稿了 那白稿了完之後呢 第一個 很多人對我們來說的話 切身之痛是菜價會上漲對不對 但對於很多的農民來說的話 他們是血本 完全都沒有了 我跟你講農民有多可憐 有天災的時候白稿 對 豐收也不行 豐收 古建 商農 你價格突然間就往下盪 好多人不知道該要怎麼辦 西瓜什麼丟在路邊 對 前幾年我就舉個高麗菜做例子 因為台灣很多個高麗菜的 那些所謂的大批發 那個是我的好朋友 他們說 好價那時候一顆三五百塊 結果 拚價償再做兩三年 也是開掉了 你如果有點什麼 還沒價 所以那個農民五塊 你就自己投五塊錢 自己拔一顆自己走 然後農民很多 其實我們在很多做辦公室的 植栽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高 農民爬高爬低 有時候要爬樹 有時候要除草 其實他們的勞動性非常非常大 所以包括了整個 我個人認為 其實我們去照顧農民 占整個全國GDP 那個都一咪咪而已 天經地義 那個是天經地義的 而且重點是在於 那個很多是我們的老人家 我們現在的台灣的農民 有時候到鄉村去看 都是老人家在做 現在年輕人很少 所以當柯文哲講說 農業保險等等 就是大傻幣的時候很簡單 你有我沒有 我就罵你大傻幣 我就罵你大傻幣 可是他這樣子小鼻子小眼睛 常常事情都看這麼短 這個是我們最擔心的一個地方 他如果常常都是這樣 小鼻子小眼睛 以後面對著整個大政策的時候 有沒有足夠的公民討論 想得夠不夠遠 所以我們去看整個所謂的 賴富現在的說法 賴富他就直求對決 為什麼叫直求對決 賴富現在對於整個農民的問題 對於整個所謂的中國的一個問題 就是直求對決 直求對決就是 我們絕對願意談 我們絕對願意把整個窗戶打開 甚至於把屋頂全部弄開 都沒有關係 但現在對於整個柯文哲來說 他就是咬住 所以柯文哲是讓我們很擔心的 是 非常謝謝寬哥的分析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坦白講 有腦子的都知道柯文哲在亂講話 所以我們讓財經專家邱明寬 來一一打柯文哲的臉